近日 香港一百多位各界人士 共同发起守护香港系列活动 今天下午 香港三十一万六千人 举行市民大集会 揭开了系列活动的序幕 二十号下午 来自社会各界的市民 从香港各区冒雨赶来 共同聚在位于港岛金钟的天马公园 参加以守护香港为主题的大型市民集会 尽管香港当天有黄色暴雨警告 但在集会现场 市民无惧风雨 希望用实际行动充分表达 反对暴力 维护法治 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的新生 并呼吁香港所有人 一起来守护香港 这个七百万人的共同家园 我觉得要守护香港的法治 最基本是要符合整个社会的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底线 我们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 支持特首 支持香港警察 维护香港繁明 维护香港稳定 从六月开始 香港由修例风波引起的示威游行 无休无止 尤其是日益严重的暴力冲突 让香港社会被撕裂 法治受冲击 秩序被破坏 原本和平理性的游行示威 已经出现了严重暴力化的景象 集会现场 香港市民表达了 坚决反对暴力的声音 他们希望通过用和平理性的集会方式 向社会各界传递声音 来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但是我们觉得他们现在的年轻人 用这样的暴力方法去表达他们的意见 是绝对错误的 我们应该支持我们的警队 支持我们维护我们的法治 我们全部香港人 很大部分人都是好像我们一样 是支持和谐香港的 有不同的意见都好 我们都不会有暴力出身 出身在香港的嘛 我们对香港是要出一分力 维护香港和谐 在维多利亚港十多艘香港渔农界的渔船来回巡游 以渔民特有的方式 支持香港市民的大集会 据了解 守护香港系列活动 主要包括反撕裂保安宁 反冲击保经济 守护香港全民加油等内容 20号当天 除了港岛主会场的大集会 在九龙新界各区及里岛都设有分会场 让香港市民表达反对暴力 守护香港的心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